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这个叫电报频道的创始人叫帕威尔杜罗夫 24号在法国被捕了 这个人按照法国电视台报道 他可能是面临恐怖主义洗钱贩毒的指控 还贩毒 这个俄国家杜马副主席达万科夫20号凌晨 呼吁俄罗斯外交部设法解救杜罗夫 你说这跟俄国有什么关系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是个俄国人 他表示他已经向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 发出了相应的请求了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以采取必要措施 了解帕威尔杜罗夫有关情况 这个电报频道创始人可能大家不了解他 这个人是个俄国人 他这个电报频道我之前介绍过 专门在介绍俄乌战争战场情况 俄国人自己 前沿士兵 库尔斯克士兵 顿尼斯克的士兵 他们在电报频道组群 群聊 然后把对方的坐标就发到群里边 实际电报频道一直是俄军在利用的 为什么俄国人在电报频道理解了 这个频道就是俄国人 当地时间24号晚上 杜罗夫是从阿塞拜疆飞底巴黎 私人飞机 刚下飞机就被捕了 你看他是从阿塞拜疆飞的 我一直强调 从中国新疆飞欧洲 从中国飞欧洲 一定要走这条航线 你看现在有钱人全是走这条航线 为什么 他中间就飞 从新疆飞4个5个小时 到阿塞拜疆了 巴库 4个小时还能休息休息 然后尝尝地带的特美食 烤肉 相当牛逼 而且当地的各种风土人情 休息完以后 再飞4、5个小时就到巴黎了 都多好 真让你飞10个小时 任何的人都受不了 除非高铁 高铁我也受不了 所以我建议就是 以后中国人去欧洲 没有必要去美国了 就去欧洲 你在美国看到全是copy的欧洲的东西 有钱人基本都是这个套 都去欧洲 他看了美国的东西都假的吗 法国的司法部认为说 电报是拒绝与该国当局协作 杜罗夫因涉嫌违法 犯罪被被捕 他可能面临各种指控 什么贩毒 洗钱 欺诈 最高可能是20年监禁 另外欧洲的议会的记者团 说欧盟可能会对电报频道实施制裁 你看就刚刚我讲的 他可能跟俄国走得很近 杜罗夫是84年出生 媒体说他具有俄罗斯 法国 阿联酋 多国的国籍 有报道说 他是法国公民 因此不会交换引渡 这是加工家 杜罗夫所创的 社交平台电报 是目前俄罗斯媒体和俄语用户 最主要一个平台了 这个电报频道是一个知名的跨平台 及时通计软件 支持用户可以相互的交换 加密或自毁消息 然后发送图片 影片 这类型的 他说电报上有9亿用户 已经接近盈利了 3月份就已经宣布了 而且要上市 就在关键时刻 被抓了 这个福斯公布消息说 24年 杜罗夫以155亿美元财富 列全球富航榜的122位 他是84年出生在列宁格勒 就现在的圣彼得堡 84年出生 由于他父亲是就职于意大利 他是在意大利都灵 过了大部分童年 然后读完了小学 这是俄国人 06年22岁 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毕业 然后拿到了语文 学士学位 然后扎克伯格这个脸书 启发以后 在2006年9月创了这个社交网站 VK VK在俄罗斯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他俄罗斯的这个网站 短短几年 VK就成为俄罗斯 欧洲最大的一个社交网络了 网站 俄罗斯07年商业杂志评选 说07年最佳青年创业者 就是他 没想到吧 这个电报频道是个俄国人开的 13年 他从VK离职 离开俄罗斯在纽约 他就搞出了这个电报 他是个加密聊天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俄军 俄军在电报频道建个群 然后往里边扔敌人坐标 给自己的炮手 加个群 他是加密的 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加进去 踢出去 然后自己的炮手 就看到这个群里边坐标 就近就可以 对吧 就近就找部队就打了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快速 比你拿这个爆发机通知上级 是不是更快 群里边一下全看到了 敌人坐标在哪 究竟有谁在那 赶快通知一下 自己要打吗 所以说这东西 现在看 你说有好有坏 这个东西还得是俄军自己来搞 你搞一个年轻人 搞这个84年出生 搞个年轻人 搞这个已经够支持你了 这个他的伙伴 不能说伙伴 他的这个美国的同行 我觉得这个同行是谁 那是马斯克 马斯克现在也已经发生了 要求立刻释放 这个不简单 这个马斯克能够现在站出来 我觉得这个不简单 就像那个悟空一样 这个马斯克呼吁要释放电报的一个创始人 首席支援官杜洛乌 咱们讲这个悟空其实都是得道之人 你现在有 现在有道行 就是把你都本事 这个马斯克绝对是有本事的 出了以后 有了本事以后 这个人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是吧 是大逗天庭啊 还是说这个 回花魄山 还是说干什么 是吧 那就是另一个 另一个这个角度了 那咱们普通人没得到的人 咱们是吧 咱们这个看不明白 但是我觉得啊 我觉得马斯克是可以在猴子身上啊 这个能得到很多启发的啊 他是 马斯克是发了一段四月啊 与这个美国保守派记者啊 卡尔森谈论在线言论自由的视频 他说呢 杜洛夫说对马斯克收购推特感到高兴的啊 就说他用这段视频回应了 他支持杜洛夫 因为杜洛夫支持过他 杜洛夫是从阿塞比江 呈私人微距啊 据说他也本应该在巴黎至少度过一个晚上 原本计划就在这个巴黎 有一顿晚餐 你看 就我告达的这个航线啊 绝对是有钱人啊 都都要走这个航线 就包括未来在远东 未来你要到库业岛 你到库业岛 就你没有必要去阿拉斯加转机了 未来你直接奔着这个 对吧 这个俄罗斯啊 北极一带啊 那些个名胜的这个温泉 你在那转机 然后呢 再飞五个六个小时去美国就完事了 加拿去完事了 下毒 对吧 这条航线未来肯定是 就是没有战争以后啊 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航线 没有必要再飞什么日韩了 没有必要了 所以说这条航线 不如这条航线啊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大多数啊 这个互联网上 这个 这个 有钱人都在色彻霸抖 他有政治战队了 俄罗斯的网络安全负责人啊 公民商会成员 叶卡吉丽娜啊 米祖利娜啊 说呢 作为美国制裁框架一部分 美国基本上命令了法国政府逮捕了电报创始人杜洛夫 他已经明确说啊 这应该是美国人的行为 说我认 我一直认为俄罗斯境外旅行啊 在俄罗斯境外旅行对电报所有者啊 来说是个很大的风险啊 说他们随时可能被逮捕 他说啊 以前发生过啊 这个应美国要求拘留相关类似事件啊 很显然这个逮捕是对啊 这个电报创始人开发的基于区块链的平台的攻击 就说未来美国啊 要攻击的是那个他搞的这种区块链 有人说这个黑神话啊 你想黑神话实际是一个数据啊 就是咱这个能说吗 就未来中国搞的这个 这种啊 这个交易平台啊 就会以游戏的方式 游戏平台方式 他只要开通了这个 这个人民币的数字化啊 数字区块链的这个货币啊 就可以在平台全世界沟通了 你美国不是要跟中国打冷战吗 游戏啊 是不是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心里面明白 就不要外传了啊 所以未来美国针对的就是中国的啊 这个包括俄罗斯现在也是在搞啊 区块链 就是美国人显然是为了美元霸权嘛 俄罗斯公司开发这个平台 受美国制裁 他说美国是整个局势幕后推手啊 这个9亿回用户啊 你想想 这些用户如果未来都可以用区块链 俄国的区块链啊 交易 是不是就绕过美国了啊 这个目前看啊 目前看真正的这个 美国人现在是 色色发抖 就是针对美元霸权 尤其是10月份之后 世界到底会发生什么 美国人现在在色发抖 他通过这种行动打击啊 我就让我想到什么 想到当年的孟晚舟 想到当年的孟晚舟 我们在现在啊 中国人一定要明白 现在我跟我们 同路的还一只猴子 还一只猴子啊 所以我应当时就好像 第一个月 我应当年